全球needs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伟 欢迎您来到观点会客室 新闻它常常是一个地方 它民主素养的重要指标 另外一方面 关乎公众权益的焦点话题 能够公开理性的辩论 而不是放大了偏见 为审先判 这也是重要的指标 重点来了 如果说把社交网站 它作为一个公共论坛 而召唤出有民族素养 以及品质的公众思辨 这件事到底如何可能 我要为大家介绍 今天在观点会客室的 我们特别邀请来的来宾 他是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 副教授施从仁 施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施老师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 我们先从就是 其实对于大家都觉得 莉莉在目的几件事来谈 我首先想要请教的事情是说 大家都会戏称这个 社交网站上面的叫做 乡民 这个乡民的正义呢 要怎么样去跟所谓的未审先判 或者是放大偏见去脱钩 这个网路上面有时候 这个媒介特性 它可能会让在上面的讨论 有一种什么样的特有文化 我可能一次问了两个问题 不过施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网路这个东西一出来 当然是某种程度上它增加了很多 我们一般人可以去发表言论的机会 就是说不管是早期的BBS也好 现在的一些脸书 或是一些其他的社交平台都好 就是过去我们在 只有传统新闻媒体的时代 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接受采访 所以很多人 就是他有意见 可能也没地方可以抒发 没有地方可以表达 那现在网路出现之后 的确是让大家多了一个 这个可以自由去表达意见的地方 那不过也如您刚才所讲的 就是说这种自由的意见表达 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理性 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 对民主的促进 有这么正面的帮助 所以我也是觉得说 这个是我们目前需要去讨论的 就是说这个空间 现在已经创造出来的 我们希望的一个公共的空间 已经创造出来的 那重点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空间 让我们对一些公共事务的讨论 可以更加的全面 更加的理性 然后我们可以从里面 获得更多的利益 对我想找答案 找这件事情的可能的方法 或者是建设性的一种 尝试的方向 大概是现在的显学 其实我听过我周围 我自己的家人 他们都还蛮 对于所谓的新闻记者 有一件事情蛮感冒的 那件事情就是叫做 把网民言论 当作是足以代表全民言论 或者是所谓的 就是至少过半的 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人的言论 大家我周围的家人 其实对这件事情 挺感冒的 那其实他们也 蛮担心的 特别是家里面的长辈 都蛮担心说 如果政府官员 去把网路声量 还有意见 作为是政策的制定 甚至是资源的分配 他们会觉得 这个会不会排挤掉了 他们这些 不太嫌熟于 在网路上面发言的 年长的人 施老师 您对于这一件事情 您觉得 是不是有一个 平衡的机制呢 对啊 我会觉得说 如果以目前这种 好像记者很容易 可以从网路上 或者说甚至是 从某一个粉丝专业里面 然后看了几个 这个留言者的言论 然后就说 网友觉得怎么样 网友觉得怎么样 那的确是 会让人家觉得说 可能他不见得 这些网友是具有代表性的 那特别是说 具持不同立场的这些 观众 他们看了以后就觉得说 谁说的 我就不是这么想 所以可能很多人 会觉得说 那记者找的这些 他为什么不找我 他要是找我 我可能就会说 另外一种不一样的 提供另一种 不一样的声音 那我觉得这一点 的确是说 记者需要特别去 留意的一点 就是说因为 现在从网路上 找那个读者的回应 已经越来越容易了 过去就是说 为什么一个记者 需要访问消息来源 是因为要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东西不是记者 自己讲的 而是说他实际上 有出自一个消息来源 他提供这样的讯息 记者不带个人的主观偏见 他是公正客观 他只是为了反映 这个社会的一个现实 那但是如果当今天 他去搜集的这些资料 本身就具有偏误的话 那或许就不能说 他真的反映的是 这个社会的现实 那所以现在的网路的 这些声量的收集 或者说网路的这些民众 就是网友的意见 是不是真正能够代表 所有的民意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一定是大家非常重视的 但是我觉得让我想到一个 传播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理论 叫做hostile media effect 就是敌意媒体理论 那这个理论在讲的就是说 其实就是有双方的这个党派阵营 那他们各自都觉得说 媒体其实对对方党派比较友善 对自己党派比较不好 所以我只是在想说 不论说媒体怎么样再去寻找 更具代表性的这些言论 会不会就是说到头来 大家仍然会觉得说 好像这些媒体是对对方比较友善 对我比较有敌意 但是我会觉得说记者即便如此 记者应该还是要特别去注意 这些消息来源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目前提到的一些 即时新闻的对即时新闻的重视 是蛮大的关系 因为现在很多新闻都需要抢快 那在这个抢快的过程里面 很多时候可能就会拿这些 简单可以获得的消息来填充版面 或者说当作是他采访的这些结果 那导致于说 好像这些有被使用到的这些留言 好像他是很能够代表网民的意思 当然我们是说知道事实上不是这样 那所以如果要具体的建议的话 我会觉得说一个是新闻记者 在使用这些留言的时候 能不能也采用我们过去传统的方法 比如说这种平衡报道 如果说这些A方的 就是用到这些A方的这些读者留言 能不能我们也去找一些B方的读者留言 来让大家知道说 这些意见可能不是一面倒的偏向某一边 这或许是一个记者在做的一个方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一样从民众这边 从阅听人这边来看 就是说我们大概也不要那么容易被误导 就觉得说记者写在新闻里的 好像就是代表外面整个大的意见气候 那如果说大家 我在想这或许也可以是媒体素养里面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记者现在在写稿的这种时空情境 可能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那在网络上的情境之下 很多比较vocal的他愿意去多讲话的 或者甚至是像您刚刚讲的是一种 买来的这样子的消息来源 也很有可能被记者所引用 那所以作为一个阅听人来说 我们要是能够去区分这一块 或许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让我们 不要那么去接受 那么容易的去接受记者所提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消息来源的引用 是刚刚我们在聊到了 就是网络上面有一种蛮 最近大家也常常在探讨 甚至是持忧心的眼光在看的 就是说网络上面的浏览数 或者是点赞数 有时候是商业行为可以介入来操作的 简单讲就是叫通通买得到 所以如果说把这些网络意见 作为是名义的话 确实有时候不一定那么的中准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当中有许多是所谓的下广告 然后所谓的这个 于是就会用一些方式 让那些消息变成 比较容易被大家所接触到的 于是它浏览数相对就会比较高 我特别想要跟老师来讨论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传统媒体其实 传统媒体比较于所谓的新媒体 新媒体里面有一部分人 把它界定为在社交网站 比如说像是脸书啊 推特啊这些 传统媒体大家觉得它有一个中心化 也就是说它有做媒体组织 它来协助听众来挑选的内容 但是社交媒体看起来 大家的版面上面可以多元呈现 不过这样子的一件事 只要加入了商业的机制在里面 事实上确实不一定 它就是这么公平的一个公共论坛 对吧 是是是 我同意完全同意 所以我的建议会是说 我觉得现在的人活得越来越辛苦 尤其是媒体的使用者 就是说我们虽然觉得现在很棒 每天有那么多的资讯 我们以前在抱怨资讯不公开 以前抱怨说资讯好像都被 都都被掩盖住了 我们都不知道真相 那现在反而是资讯多到 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是真相 简直被淹没了 我们被淹没了 这个也这个A说A有理 B说B有理 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真相 所以为什么会有些人觉得说 这是一个后真相时代 并不是说可能找不到真相 而是说可能有数个真相 那每个人就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真相 那这真的是真的是一个蛮辛苦的 就是说这对于我们有一些其他的老师 都是同事在做一些媒体素养的研究 那过去在讲媒体素养 就是说教大家怎么去读 会读报纸会看电视 然后甚至怎么知道说 怎么样去制作一则新闻 这种比较简单的技术层面的 可是现在我们需要推广的媒体素养 其实变得非常的多 包括现在讲说怎么样去辨别 网路上讯息的真假 怎么样知道说这些网路上的品质 怎么样让这些找得到讯息之后 自己又能够去应用 变成说现在的人其实是需要的 这种能力非常的多 比起过去真的是辛苦的不得了 那就是还需要了解说 还必须要去了解说 这有些站是用买的 有些浏览数是用买的 因为如果不知道背后的这个现象 其实我们对于事实的判断 其实会有很大的误差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 与其就是当然记者这一块 媒体这一块我们还是要去要求说 希望他还是能够用一些比较高的标准 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那可是在一般民众一般阅听人这边 我们可能也还是要去教导 或者说去宣导说 媒体目前的制作状况 可能跟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 那我们必须还要了解一些 其他的这些事情 才能够真的去利用资讯 而不是被资讯所利用 嗯哼嗯哼是 这个我之前也听过 大家有在讨论说 这种社交网站 现在越来越方便 那常常成为社交网站里面的议员 比如脸书里的议员 推特里面的议员 基本上是免费的 但是它到底是促进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融 还是反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 实际关系上面的疏离 或者是因为被点赞数 左右了属于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 我那时候听到 有人在想这样的议题 我觉得是 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这个社交网站 它有时候是议题多面 带来多个层面对我们的影响 我现在想要请教施老师的是 另外一个层面的议题 其实全球的已开发国家 大部分都已经趋向了高龄社会 那在baby boomer 就是战后营儿潮那一代已降 那一代他们其实是 不同于他们那一代的父母辈 他们本身是带着养老本 因为他们都有经历过 就是从世界大战之后 然后迅速的恢复 迈向非常繁荣的 这个社会经济的层面 所以他们本身在年轻的时候 都攒下了这个养老本了 可是这么说起来 他们其实在数位的时代 在网路社群的时代 他们某一种程度 因为他们的习惯的 习惯的养成 所以被称为数位移民 而不是像那种 跟着网路一起诞生的 数位原住民 对对对 在千禧年那一代的数位原住民 这个施教授 您觉得他们 网路看起来 有人说他带来了一种新的民主 不再被少数人的言论 意见领受 还有就是媒体给垄断 可是这一些数位移民 他们在网路时代 会不会反而 网路形成了另外一种阶级 他们成为了 网路时代里面的新弱势 这群长辈 施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个层面 我觉得有可能 就是说 其实我们政府在注意 不管是数位落差 数位机会 NCC也有 还有其他单位也是 其实就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我们的一些重点 好像都一直放在设备的提供 比如说偏箱 老年人是不是有电脑可以使用 网路是不是能够普及 就是说这些是infrastructure 是一种硬体上的一个设施 趋于完善 但是就是说我们的人 怎么样去使用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难靠 政府这种硬体的力量来解决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网路是 或是说社交媒体 是不是让一个民主更容易去发展 我觉得这些都是靠说 使用的人怎么去使用它 我这边手边其实有一份资料 就是台湾传播调查资料库 就是科技部所补助的一个大型的调查 他每年都做一次调查 刚好在2015年的时候 他有问到的是一个 跟政治传播有关的一个主题 所以他里面有问到一个 使用社群媒体的年龄比例 那所以我们如果看从18到29岁 是98%都在使用社群媒体 几乎每一个人 几乎都有了 对那30到49岁稍微少一点 但是也有91% 所以还不错 但是到50到64岁剩下72% 然后65岁以上剩70% 所以看到这个 如果我们以49岁作为一个切割的点 就是49岁以下跟49岁以上 这大概会有差到20%左右的百分比 百分点 就是说光用跟不用就差这么多了 那更不用说 用的里面的怎么样的使用方式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做了这么多年 就是说我们的硬体的设施 或许已经还不错了 我们的网路也算还算蛮稳定的 对那但是就是说怎么样 让实际上的这个公共资讯的接收 或者说这种公共资讯的使用 可以更普及到其他的 我相信这个只看老年人 但我相信其他的这种 人口特征里面的一些差距像教育程度 搞不好也可能会有差别 就是说目前我们只看的是老人 所以这中间已经有一些差异的存在了 是 而且其实这样子的调查的报告是相当大型 有它的指标性 不过它是在 您刚刚提出的数据是在2015年 2015年的时候 是是 那我从两个方向来谈 2015年到2020年 其实又过了五岁 它其实是集聚里面的这个三分之一 因为这个集聚有一些是我看了一下 好像有一些是等于快20岁 有一些是10岁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集聚 它其实会有一个世代效应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这个所谓的数位原住民 他们诞生于这个世界上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高龄社会的发展之下 随着医疗的进步 其实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但是如果说这个越来越高寿的 这些已开发国家里面 他们高龄人口的意见 越来越不容易在 这个主流的 大家说以前是叫电视 现在很多人觉得其实是电脑 也就是网络社交媒体上面 很多人觉得这才是主流的一个 姑且叫它媒体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那这样子其实这个 这个高龄的族群会成为 很容易成为相对弱势的一群 我想这个会是 而且会是一种越来越弱势 因为我刚刚谈到了世代效应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不得不关注的一群 对啊 我有一个比较天马行空的想法 我不晓得说这东西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其实网络还是带给 或是包括社群媒体 其实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那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这一群年纪比较大的族群 那它里面有一些 就是比较习惯使用网络的人 那我们现在要成立粉丝专业 成立比如说独立媒体 成立这种比如说公民媒体 其实靠个人的力量都有办法 那假设说我们今天觉得就是年纪稍大的 这一批族群 它在整个社会的意见的代表性上 比较不够的时候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其实不见得要老年人自己来做 就是说有年轻人 本持的这种关怀弱势这种心理 那我们可不可以为老年人 成立一些这种独立媒体 粉丝专业 然后我们去收集一些老年人的意见 或者说他们提供他们一个空间 请他们有时间可以来这边表达 那希望用这样的形式来弥补说 因为如果是一般的年轻人 可能他们自己使用的一些管道 跟老年人一定不一样 那这些媒体如果再来采访 一定都是年轻人的声音比较多 那既然我们现在就是说 这种web2.0 social media的时代 让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一种producer 就是可以把媒体也当作 把我们自己也当作是公民记者 当作是媒体员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我们当作是帮这一类的 我们帮他当作是一种弱势团体 我这是有加potation mark 就是说 把他们当作是一种弱势团体 然后我们也稍微提供他们多一点平台 甚至是我们帮他们撰稿 帮他们发声 那这会不会也是一个机会 对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种想法 就是如果把这一个年长的族群 视为是在数位时代的特殊的弱势 因为我们过去的弱势常常是 有身心的障碍这样的情况 可是现在的弱势只是因为它的 所谓的对于网络的不熟悉 网络的禁用或者说这种使用的 是是是 所以或许这整个定义可以有一些 有一些修改啦 对啊 那如果说它原本的这种造成 使用的这种族群造成这种人口的偏差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把它给修正回来 或许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啦 嗯 对 然后也在这里跟就是从仁老师分享 这个Needs Radio的另外一个节目 在近期即将要播出的是 对就是官上仁教授的专访 那这个官老师他曾经在大概 我有点忘了 反正就是2010年到2015年 这中间有几年曾经担任 老三台华士的总经理 那他就提出来说 因为华士现在为了就是所谓的老三台 要求生存 甚至做起了非本行的所谓饭店业 那他就特别强调说 奇怪了这个老三台 其实还有许多的年长的这种 的收视族群 他们还是非电视不可 他们再怎么样教他们用手机 智慧型手机和再怎么样教他们用电脑 他们都还是坚持消息的来源 跟这个大世界的接触是透过电视 那老三台为什么不抢工这一个族群呢 特别是这个彼得杜拉克 还就是不断的在强调说 这个Baby Boomer这一代 他们是带着养老本来的 所以说如果抢到了这一个世代 很有可能就是抢下了一个消费的商机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 关老师关前总经理 他这样讲也忽然觉得 哎哟这个挺有道理的 虽然这个跟现在的比较大声的意见 是说就是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要抢工网族网族 抢工年轻世代 看起来有所不同 可是乍想之下 其实也觉得不无道理哦 真的是这样 其实我也蛮同意 蛮同意关老师的看法 其实我个人的想法也是这样 大家都会觉得说 现在的对传统媒体来说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但其实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最有机会的时代 特别是说我们考虑到一些目前的不实讯息 假新闻这么的盛行的时代 那因为现有的新的媒体好了 就是说他们不像过去的传统媒体 电视或报纸 他们有一个非常严谨 或者习以为常这种查证的机制 那有没有可能传统媒体 特别的在这个需要查证的时候 他们跳出来 那提供大家可以信赖的消息 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 就是说很多人他获得讯息最多的是从网路 可是他也最不相信网路上的讯息 那如果说传统媒体在一个他既有这种建制 他原本就已经是这么具有高品质的在查证 或者他有一套他的流程在做这样的事情 就没有可能趁着这个假讯息 这么难以防止的时候 那他打着一个 我可以提供你可信任的讯息的这样子的一个旗帜 然后逆势而起 那这会不会是传统媒体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也想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可能跟关老师这些想法 也有一点不谋而合 是 不过您谈到了这个传统媒体 经典媒体 我就想到这个 被认为最能够代表美国精神的报纸 纽约时报这个百年老店 他们2015年的时候 宣布了他们的未来之路 那是一个有点像一个白皮书的 他们自己的宣言 就是增加数位读者的数目 那还有一个近两百年的 大家认为非常优质的重要世界级的大媒体 叫经济学人 那经济学人他们也投入了社群媒体的战场 所以那更不要说 其实最近世界各国 不只是台湾 社会运动啊 然后大咖的政治明星啊 他们的这个脸书 推特 微博 微信 都成了他们对外很重要的沟通的工具 这里面真的是包含了就是 往往相对是比较保守的政府的机关 所以我想要跟施老师讨论的议题 就是说这代表就是传统媒体 他们过去其实是单向的 就是我来挑选什么是值得被报道的 我来挑选什么样的观点 好像是比较主流的观点 可是如今这个社群媒体 我刚才提到的那些 他们里面会多了机构跟群众的互动 就是媒体跟群众的互动 甚至是群众跟群众的互动 我有时候会看到这个正反两个意见 然后在下面的留言里面互相打架 交锋 这个看起来是这个烟消四起的 在那边对骂 那我想要问的事情是说 这些经典的大媒体 其实他们也投入了就是数位的 读者或数位的战场里面 这个会对于新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看起来新闻不再是单面向的 它看起来变成一个非常多元面向的 它的那个讯息的交换 然后对于这个讯息的认同和评价 是很多的一个指向性的 对啊对啊 我完全同意了 就是说现在决定什么是新闻 已经不是记者所能百分之百掌控的 就是比如说包括像纽约时报 其他一些美国比较大的报纸 那比如说它在边栏会提供的可能就是 最近最常被点赞的新闻 或者最常被email的新闻 对啊那些新闻不见得是最重要的新闻 或是大家最应该知道的 它可能是最popular的 可是它不见得是我最应该知道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数位的浪潮之下 我觉得可能也是得做一些些的妥协啦 就是说一般的民众喜欢的东西 我们好像还是得给他们看 那但是我会觉得说传统这些报纸 其实他们还是继续在做着他们原本的这些工作 那如果说可以把网路当成是一个 那原本就是说新闻是刊登在报纸上 那今天只是大家不买报纸而已 并不代表说新闻或是资讯 大家都不需要了 大家只是从别的管道来看 如果看我们今天大家从脸书上 大家转来转去的消息 很多都是还是一样从媒体转出来的 并不是说媒体本身就不重要 而是说那个管道 过去我们是从报纸看 那可能从杂志看 那现在这些管道都转移到网路上 转移到脸书或是LINE上面而已 所以资讯本身的重要性它是没有消失的 那我会觉得说像纽约时报 经济权这些 他们原本就是做非常高品质的一些报道 或是文章或分析 那他们还是可以仍然持续做着自己的事情 只是说他把原来的通路 从过去只有纸本 甚至是有自己订阅的这些 他可以用更广的这些网路上的通道 去触及更多的人 那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子 那的确也是一个提高资讯品质 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我想这个世纪大辩论 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会是说还是内容为王吗 还是是媒介为王 我觉得施教授听起来 我们显然您跟我是同样 我们都还是追求着那个经典的 就是内容为王 资讯 好的资讯很重要 我相信内容重要 但是我也不否认说通道的重要性 因为好的资讯 如果只被一些些人看见 那就太可惜了 那就是网路上如果只充施的一些比较肤浅 就像我们过去从 就是大家都批评说电视的收视率 可能就是带来一些比较新山色的一些新闻 比较容易看 那如果是都是这种好的东西 不推广出来 那网路上等于是出现的一些资讯的品质 就会比较低了 那所以我觉得说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今天怎么样把这些好的内容 让更多人能够看得到 而不要是只是看那些非常的明星的八卦 其实很多人很在乎 很喜欢看罗志祥 最近又来了 还有多小三小四小五 那如果纽约时报这些东西 经济权这些东西没有推出来 那网路上的平台上 是不是就只有一些这些八卦讯息 那反而是一种不太好的现象 对啊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传统的这些直报 我们所谓的直报 或者说比较优良的媒体 他如果也真的能够 当然不能说取高和寡 就是说他如果能够跟这个社会 更贴近这个新媒体时代的这种发展 那把好的东西真的推出 我相信是有这样的读者的 从纽约时报他不是设的读者墙 然后像台湾天下杂志 他也设的读者墙 就是收费嘛 那其实收完费设的这个收费之后 反而这个读者的中心程度又更高 那可能订阅的又反而更加深 所以可见大家不是钱的问题 大家对于高品质的讯息是有需求的 那只是说可能已经不再从纸本 不再从杂志这边去获得 那所以如果可以把原本他们在做的这些 很好的东西可以推到网络上来 那或许其实也是对整个网络品质 一个提升就很大的帮助 是有道理 我们今天开头一开始 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们在想说可以建设性的来讨论一下 如何把社交网站作为一个公共论坛 召唤出有民主素养的讨论 甚至是不同多元意见的辩证 那我谈到这里 我发现事实上人对于就是高品质的讯息的追求 这个并没有改变 但是变化的是媒介 我们怎么样把网络这一个 它有相当海量的讯息 可以供我们来查证 或者供我们来认识这个世界 如何善用网络来促进我们的生活 能够是更 人跟人能够是更和谐的 然后我们的生活可以是更便捷的 这事实上 我想最后还是回到我们人自己的取舍了 我可以再补充一下 我会觉得说网络这种平台的出现 是大家一个非常可以去进行讨论的空间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利用 怎么样去讨论 会影响到我们使用这些平台出来之后的结果 其实我个人的一些研究 最近就是我对于环境议题是比较有兴趣的 那所以我过去一年我就在看 收集了一些网络上平台的 对于再生的女的讨论 那我发现了 就是说有非常多非常多 网络上这些读者的留言 其实都是属于所谓的不文明留言的这个范围 比如说他会用酸 他会酸人 他会用三字经 他会用比较攻击性的言论 贬低性的言论 甚至是这种比较具有刻板印象的 这样子的一个言论来 那我现在手边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 可是这个百分比是蛮高的 尤其是针对比较具有争议性的 这一类的再生人员的议题 在台湾的这个政策的讨论上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一类的讨论 如果大家对公共议题的讨论 都是使用这一类的攻击 酸来酸去的这样子的语气的话 那其实对讨论的这个 并没有一个实质的帮助 因为大家吵来吵去到后来只是 我们最近蛮常提到一个意见极话 就是我原本可能可以接受你的意见 可是因为你出言不逊 我虽然觉得你的意见非常有理 我就是不愿意去相信 我可能会越来越相信 我自己本来这一边辞意 那所以我们双方就越走越远 那其实整个民主的 或者我们所谓的deliberation 就是这种审议式民主讨论 这个真谛其实是希望让大家可以 两个大圈圈可以越走越近 那但是我们目前的讨论方式 好像是让两群人这样子越离越开 越走越远 那这样子是一个比较可惜的方式 所以还是说还是需要大家的帮忙 就是说大家愿意去网络上讨论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公民 就是说不是每个都愿意花这个时间去网络 就算你留酸言酸语也好 愿意花这个时间上去已经是表示说 你对这个议题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关心了 但是假设说我们今天是真的需要解决问题 真的需要想要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那是不是在我们打这个留言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这样子的发言到底是有助于 整个事情的讨论还是没有 那如果说每个留言的人心里在发言之前 按下这个enter之前 我们都可以去想一下 我这个留言的合适性 那其实我会觉得网络这个正面的意义 会更容易被展现出来 是是是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副教授 施从仁施老师接受我们专访 从仁老师谢谢您 谢谢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我是陈伟 观点回科室是由台大风险社会中心 跟我们所共同制播的 陈伟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喜乐 下周再会咯 拜拜 拜拜